字幕提供 讓人漂泊死磅 追尋夢裡的天堂 就是看不見遠方 也不會迷失在夜空中美好的月光 昨天我們從非常危險的地牢中回來了 那我們也帶回非常非常多的戰利品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再升級一下我們這次的刀劍 接下來我們要鍛造的刀叫做 要用大太刀來當作材料 當我們這把大太刀在鍛造前呢 必須先附上燃燒的附魔 而且必須斬殺一千個敵人 那我們現在缺少的是燃燒的附魔 所以呢我們去找一下有沒有燃燒的附魔書 那我們就救完之後就可以變成 新的解月刀了 那我在旁邊的空間呢特別打造一個附魔區 對這邊是專業附魔區 我把書櫃合成成這個黃金木頭 這是書櫃圍上四個黃金組成的 那這個一個木頭可以抵2.5個書櫃 所以我們就不用擺太多書櫃 然後就有相同的效果 那我們這邊是截取附魔的一個專區 我把它做成自動化了 這個附魔台已經升級成自動型了 那上面放了一個箱子 所以我們把任何有附魔裝備丟進去 就是精油漏斗漏下去 這邊擺上書本 所以裝備跟書本就會一起漏到它該去的位置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輕鬆的拿取這個附魔書了 那雖然這邊會自動截取 但是附魔書還是要手動拿下來 如果在下面放個漏斗的話 就是這個裝備還沒截取到附魔 它就自動自動往下掉了 那旁邊的儲存系統呢 這邊整理了各種的附魔書 對這邊用了鐵的容量 所以可以存4000本附魔書 那這邊通通整理好了 我們找一下有沒有燃燒的附魔呢 這邊要找附魔書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那個效果呢 是沒辦法用查詢的 這邊雖然可以排序 但是排序的是書的名字 所以這邊所有的書都叫附魔書 我們...欸有!這裡有一個燃燒2 有兩本燃燒2 好 這邊其實附上任何一種燃燒附魔都可以 那我們就把GG完附上燃燒的效果 接下來就可以鍛造成解月刀附傷了 這打刀其實非常的強力 它的附魔呢 內建 鋒利4 耐久3 跟燃燒2 那這把刀 它的SA是幻影刃 這把刀其實非常的漂亮 有點像櫻花的感覺 刀身是粉紅色的 那拿在身上的感覺是這樣子 這把刀也是我很喜歡的一把刀 非常的漂亮 那它的招式 SA幻影刃是一把劍氣的感覺 對 遠距離的一個劍氣波 那其實這把解月刀呢 還可以再鍛造成更厲害的刀 但是在這個世界中呢 我們很多鍛造拔刀劍的技術已經失傳了 你可以在成就之書找到 各種拔刀劍的一些合成方式 目前呢 我們的解月刀改在這個地方 這把刀目前只能用靈魂的方式來打造了 它的靈魂叫做 Eucariso 對 我們必須要召喚出靈魂 才能得到這把解月刀附傷改 那這邊有非常非常多的名刀 但是目前都沒辦法打造出來 所以大部分方式都必須用靈魂的方式來召喚 可以正常鍛造出來的刀呢 這邊都會顯示合成方式 千合春珍還可以打造 那我們的解月刀也是屬於可以打造的一把刀 另外這把妖刀大蛇2也是可以鍛造出來的 那我們好像有二刀的靈魂 所以我應該可以直接鍛造出來 那目前能夠鍛造出來的刀其實不多 其他呢 我們就只能用無名刀來喚醒各種刀的記憶了 那我們的筒筒丸其實也能打造成三把的新刀 但是 目前也是沒有這個打造技術 不過雖然那麼多刀 可是平常我們會用到大概就兩三把吧 平常我還是會用黑壺跟白壺 也許橘列刀可以試試看 那這邊打造那麼多刀呢 其實是想要讓 女僕們能不能拿上這把拔刀劍 然後來一起戰鬥呢 女僕其實不太會拿拔刀劍 因為她身上 看不到她的武器 對她到底有沒有裝備呢 這邊為了確定女僕有理解她現在該做的事呢 這邊有一個 讓女僕能更加理解的一個道具 這邊來試試看 目前我們的小天呢 她的模式是弓箭模式 我們把它切換成刀 好刀 這樣 她應該會使用拔刀劍吧 雖然看不到她拿在身上 那另外呢 我們就來分配一下女僕們的任務吧 那這邊還要再找一位為我吃飯 為我吃飯的話就交給福子吧 然後還需要有人幫我擦亮火把 就交給... 脆香好了 那之前我們在地獄中 有撿到一把非常強力的弓箭 這把弓箭我也想交給女僕們來使用 弓箭的話 交給兔兔好了 因為這把是無限弓 所以只要一根箭矢就可以 而且她還有恢復耐久的效果 所以應該不會損壞 那接下來為了跟她一起去冒險 我們必須把她們裝備都準備好 那之前在地獄中有打到非常多的這個 深淵鎧甲 好這個深淵裝發揮率還蠻高的 算是鑽石等級了吧 所以呢 我們可以給她換上一些更好的裝備了 那子鈴怎麼辦呢 子鈴...子鈴就幫...我看家吧 給你一朵花 你看她現在花沒辦法拿在手上 所以呢 我用這個方式讓她知道 這把花就是給你的喔 將她手上就拿著花了 那接下來呢 想利用之前得到的這個岩漿水晶 我們來鍛造一些更好的武器 這邊先打造兩個專用的工作台 然後讓岩漿水晶充能 接下來打造成高階的工作台 那這個工作台有4x4的範圍 我們可以鍛造出更高更高階的武器 這邊我打算先做出這把岩漿劍 對這把刀是我目前能做出傷害還蠻高的 而且可以讓人家燃燒一把刀 對因為我目前遇到的敵人 有些敵人是不怕拔刀劍的 所以我們需要一些比較強烈的刀 這把刀似乎比鑽石刀還強力一點點喔 那另外就是有在村民那邊打聽到呢 他那邊會製作一把非常厲害的刀劍 對我們今天來打聽一下 這把刀劍是在武器的 做武器 鍛造武器的是你嗎 所以武器鐵匠師呢 可以打造一把刀 聽說可以一擊斬殺所有的殭屍還有骷髏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的殭屍DM都那麼強的話 如果這把刀真的能一擊解決的話 那這把刀真的是非常的強力 我們這邊要有十個銀幣 還有兩個閃電的水晶跟鋼劍 好這個我們材料有點多 我們先做鋼錠 然後要五個銀幣 好貴喔 好我們要先換到鋼錠 那之前我們存了一些錢 那不知道夠不夠用 那我們可能要再換一下 他那個武器真的很貴 這些村民真的很愛錢喔 平常真的我們要存很多的銅幣 那鋼錠的話要找這位大叔來換 他價格是三個鐵跟一個銀幣 我們需要幾個 三個還四個 四個吧 好然後接下來要換錢 沒錢了 那這邊可以先跟鐵匠呢 換到這把鋼劍 鋼劍傷害其實只有7耶 那我的岩漿劍其實有8.5的傷害喔 傷害比較高 那接下來缺少的是這個閃電的結晶 閃電結晶的話要找魔法師 魔法師來換 法師在哪邊 這邊吧 閃電碎片呢要螢光粉 然後加上銀幣 OK我們可以換兩個剛剛好 接下來是十個銀幣加上兩個碎片 加鋼劍 喔終於完成了 這把刀真的是非常的貴 我們至少算一算 大概要十幾二十個銀幣 才能做出這把刀吧 那這把刀真的能夠一擊斬殺殭屍嗎 我們等一下就來試試看吧 那這邊出去冒險之前呢 我們先準備一下 黃金羽毛 對 保險體鑑希望不會用到 那我們這邊儲存系統呢 做了一個完全自動化的方式 好之前開那個戰利品 可以留到這邊 然後從下面傳到我們的 儲存系統中 那儲存系統中 做了一個搜尋的升級 然後還有一個排序的升級 那空間容量也提升到八千格了 所以我們可以放更多的東西 那更大的一個進步 是這邊放了一個 終界箱 那這終界箱 會跟我身上的終界包包 做一個聯動 所以呢我身上的東西 不想要的東西先把它丟進去 那就會經由這個終界帶 傳送到終界箱 然後流到漏斗 然後往這個系統裡面傳 所以就是代表我現在隨身有八千格的空間 可以來儲存東西了 但之後還是要自己整理一下 不過我們在野外戰鬥中呢 東西太多的話 可以先全部這樣丟進去 那這邊就趁著晚上呢 我們跟女僕一起去附近冒險一下吧 喔我們的小天開始戰鬥了 喔有傷害有傷害 而且燃燒是節月刀的燃燒 喔 所以有在戰鬥中喔 喔 好像還蠻兇的 但是因為他拔刀劍 只能用 單發的攻擊 所以傷害只有5滴 傷害有點弱 我們小天的攻擊似乎不會讓 敵人造成仇恨欸 因為 他不會反擊 我們小天開心的攻擊 但是 敵人倒是不會反擊 好兇好兇好兇 小天 小天好兇 一個打完打不夠 再打另外一個 好兇好兇 把敵人打飛了 欸我們的 我們的兔兔也在射箭欸 我們兔兔的弓箭 他的弓箭準嗎 欸 被卡住了 他的弓箭準嗎 他好會瞇一隻眼欸 他會瞇一隻眼來瞄準欸 太可愛了吧 好 我們這邊好像敵人好像 越來越多了 欸這個會反擊欸 這傢伙會反擊 我們把他解決掉 這傢伙不行 然後我們這個 穿著黃衣服的人 好像會幫助我們攻擊敵人喔 喔我發現這邊好多殭屍過來了 所以我來試試看這把刀 這把一級能解決殭屍的刀 吃殼不知道有沒有效 欸欸 秒殺了嗎 欸 真的假的欸 這裡有一個殭屍小雞 有一隻 殭屍小雞 解決 解決了 欸 好像真的有效欸 等一下 我們再試一次 這個血量一定很多 哇 真的秒殺了 真的假的 哇 哇 真的可以把一刀秒殺 哇 哇 砍一下直接秒殺欸 哇 這把刀也太強了吧 殭屍小雞也可以嗎 哇 這邊發現燃燒的殭屍了 一刀 解決了 那這把刀 我覺得 交給小天來使用好了 這把刀 比起拔刀劍 我覺得他普通的刀 也許會比較厲害一點點 所以呢我就交給他了 那我現在身上一堆東西 所以我要 傳送回去 好 沒有用到的東西 就把它通通傳送回家裡 那我們來看一下 岩漿劍 岩漿劍的傷害 欸很高欸 剛剛岩漿劍的傷害好高喔 砍了30滴滴 暴擊40滴的傷害 所以岩漿劍的傷害也很高欸 OK 16 欸 33 有時候暴擊傷害特別高 OK 沒有問題 這把刀也是非常的好用 那遇到不怕拔刀劍的敵人的話 這把刀也能派上用場 那一般 喔 這把對殭屍有用的刀 對一般敵人傷害就蠻低的 哇 那沙漠這邊的敵人非常的多喔 所以 女僕們應該是一個 練等的好地方吧 希望他們的砂糖會足夠 哇 我們的小兔資源很棒喔 小兔遠方來一見 喔 這邊發現一個高塔 是地獄之塔嗎 欸 等一下又是一個副本嗎 感覺是蠻危險的一個迷宮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先把 周邊的敵人 把它解決掉 嘿咻 兩面夾擊 再進入前呢 先看一下他們的 糖分量 欸 應該還夠 OK 糖分量消耗了不到一組 應該還撐得住 OK 我們試著闖入看看好了 這邊 喔 我看到裡面好多人喔 這邊一大堆人想要闖進去了 來囉 喔 這堆黃衣服的人 有點擋路阿 有點擋路阿 我想直接進去喔 喔 這邊的是 骷髏 這邊是骷髏 那 我們 我們全部把它解決掉好了 哇 這邊還有烈焰神 還有烈焰神的攻擊 烈焰神比較麻煩一點 哇 我被彈飛了 好 解決了 裡面呢 這邊看到非常多的 生怪磚 那 欸 這邊好像 會一直燃燒欸 不太妙 燃燒消耗的糖分量 會比較多一點點 那 我們上去看一下吧 哇 聽到很多烈焰神的聲音喔 很多烈焰神的感覺 好 骷髏 哇 欸小天直接衝上去了 喔 喔 上面好像 上面好像不太妙 超多烈焰神的 哇 哇 這個打死之後會爆炸 哇哇哇哇哇哇 打死之後會爆炸是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 哇哇哇 簽jan 哇哇哇 negotiations 哇噢 這個爆炸傷害 對 女vl來說好像蠻危險的 欸 這邊好多好多弓箭手出現喔 好多 魀雅人 cer 劍手跑出來 這邊似乎暫時的清空了 欸?還可以再往樓上 所以樓上呢 什麼都沒有 樓上就這樣嗎? 欸?我們征服了頂樓了嗎? 好 似乎就這樣 我們已經闖到了這個地層的最上方 他似乎沒有往下的路 所以呢,我們算是已經征服這座塔了嗎? 喔,這邊在沙漠中找到另外一個村子 等下怎麼都是一堆蝎子佔據了 這個村子 有人嗎? 欸?好多小白兔喔 沙漠兔子 欸?遇上敵人了 小兔遇敵中 加油啊 這傢伙有點強喔 OK,解決了解決了 好多蝎子喔 我們來 拯救一下這個村莊吧 欸?這個打不到 這個打不到 喔!火焰劍 火焰劍有效 欸?等一下,那邊發現了 魚人 那邊發現了魚人 欸欸欸?誰在攻擊我 這邊的魚人嗎? 哇哇,等一下喔 魚人魚人 難道是有深海遺跡嗎? 這邊好多 好多魚人喔 深海守衛 所以我稍微進去看一下 嘿 魚人 深海守衛的法律似乎挺高的 哇,好多隻喔 好多隻喔 OK,解決了解決了 魚人在水中 不太好戰鬥啊 好多好多殭屍小雞 殭屍小雞好多喔 好多雞 走開走開 好難打喔這個 好 那 我們小天娜這把刀 應該是可以一次解決一隻吧 欸,這樣子話說回來 怎麼好像沒有看到 脆香呢 欸 脆香怎麼沒有跟過來 福祉在 小天在 小兔 小兔也在 欸 欸,脆香呢 等一下 跑去哪裡了 這個殭屍掉了一把什麼刀 好,好,好亮喔 我們要空手把它撿起來看一下 是一把有附魔的鏽刀 又是耐久舞 就是這種超強力附魔 等一下,這個不重要 我們的 我們的脆香 脆香到底跑去哪裡了 等一下 該不會沒有跟上吧 我們 我們要先 照原路回去找一下 脆香呢 真的沒有 我們照原路找了一遍 還是沒有看到 這邊倒是找到了一個 沙漠的遺跡嗎 又找到另外一個地牢 但是我們現在 沒有心情進去探險啦 我們的脆香到底 到底跑去哪裡了 你們有看到脆香嗎 一個長著腳的一個傢伙 身上拿著火把 他到底跑去哪裡了 為什麼都找不到他呢 我們回到之前探索過的地獄之塔來看一下 這邊應該是沒有 為什麼就這樣 消失不見了呢 你有看到一個長腳的女僕嗎 還是他自己跑回家了呢 應該不是死亡 因為死亡我會收到訊息 可是我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任何的訊息啊 到底是去哪裡了呢 我們先回家一趟看看好了 脆香 脆香你在嗎 脆香 你有沒有自己跑回家了呢 欸 欸 子綾 子綾還在這裡等我 那 那 那 脆 脆香呢 脆香 跑去哪裡了 脆香 你快回來啦 歡迎來到 讓人客棧 今天呢 有一個壞消息 跟一個好消息 要告訴大家 直到現在為止 我還沒有找到脆香 叫著他到底失蹤到哪邊去了 如果大家在路上有看到他的話 一定要記得跟我說 跟他說 鬼鬼還有女僕們 都非常的想他 那之後我也會繼續尋找下去 希望能很快找到他 轉換一下心情 接下來是好消息 就是讓人戰戰系列呢 從第一集到第10集 我們的戰術喜歡數 已經突破了30000囉 這次是30337 剛好突破了一點點 非常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還有記得你們按下的喜歡 這喜歡呢 會變成我的動力 然後這一次呢 會實體化成一個 特別的企劃活動 雖然是在這個脆香 失蹤不見的時候呢 但是我們這個活動 還是要繼續 那特別活動的內容呢 之前有收到非常多的建議 那有片頭曲的完整版啦 或是各種各種安價之類的 那最後呢 我們決定來做一個 OVA 特別內容 沒有錯 這一次的特別內容呢 將要交給大家來決定 這次的內容呢 算是在特別篇 那我們預計 會在第一季結束後 再推出這個OVA 那 我們第一季 預計是13集 跟動畫的級數有點類似 那這個內容呢 會有點類似 安價的形式 那歡迎大家在以下留言呢 如果你要投稿這個OVA內容的話 請在留言前面 先打一個OVA 然後一個冒號 接下來打 你想要的內容 這次我們會盡量把 所有的這些內容呢 加到這個OVA的 劇情當中 但是 這邊我們盡量就是 不要 一些主線的劇情 也許說 你想要去打中介龍 這個就不行 因為這是主線任務 主線劇情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在OVA中呈現 那如果你想要說 是跟女僕一局去泡溫泉的話 這個倒是有可能實現的 OVA內容 會以一些比較休閒 比較支線任務的感覺 所以呢 我們沒辦法直接去打龍 沒辦法直接去終界 沒辦法直接去地獄 之類之類的 種種 但是呢 我們可以去泡溫泉啦 或是去 還有做什麼 一起做做料理啦 一起種種田啦 之類的之類的 倒是有可能會實現 那不曉得大家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想法呢 那在這個OVA的時間軸呢 我們會比較跳脫到現在主線劇情以外 就像是我們現在脆香不見了 但是如果最後真的一直都沒有找到的話呢 這個OVA也許脆香還是會出現 因為這個OVA的年代 時代 時間軸 不一定是在我們 目前這個時代 就是 這個劇情也許是 比較之前發生過的事 動畫都是這樣做的 所以呢 也許是我們還沒有遇到女僕之前 或是 或是脆香 走失了之前 對 所以OVA的這個年代時間 我們倒是可以 跳脫一下這個時間的框架 那希望大家提供的這個安價的這個OVA內容呢 是一段小小的敘述 或是就是大家一起去做了什麼事 或是大家做了 然後發展了什麼東西 經歷了什麼事 或是創造出了什麼東東 之類的東東 好我也不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那麼接下來就是往後的目標了 這次達成了3萬讚 那 下一次 下一次的目標是什麼呢 下一次的喜歡數目標呢 我們訂在44444 4444 那0目前還有14000多 那這次的回饋呢 是蠻多人問過 就是我們會釋出這個地圖檔 那這個地圖檔 預計是在第一季結束後 第13集的 最後的最後的內容 那最後就是 這一次倒是沒有特別 需要回答的一些問題 那另外就是呢 大家如果有下載模組包 然後有玩過這爛長長的話 也許會發現我們這集的內容 跟你現在玩的也許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的模組會隨時更新 但是模組包 我不會隨時讓它更新到我們現在的版本 因為我要先測試一下 然後要確認一下 這些模組到底合不合適 所以呢除非是更新的一些主要的模組 不然的話 我可能會等 大概一兩集 然後測試比較穩定之後呢 再把這個模組包更新上去 好的那這次的 爛人客棧就先到這邊結束了 這次也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喜歡爛人展展系列的話 別忘了在下方按下喜歡 這個非常的重要哦 那每個禮拜六下午6點 請準時回來收看我們的爛人展展 我們就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 來個新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